哈喽哈喽我是露露 这一期我们来吃王家沙的青团 还有我在背景店买的关东煮 这一期我的背景音乐都会放HOT的 可能有很多小朋友都不认识HOT 我也不是他们的粉 但是我前一段时间看了那个无线挑战的那个六六哥 就是HOT重新合体开了一个小型的演唱会 真的超级感人 我泪目了好几次 虽然我不是他们的粉 但是真的还蛮感动的 不知道有没有机会能看到东神合体了 还有就是别忘了给我铺天盖地的弹幕还有评论 收藏投币 我们开吃吧 开动了 我想先吃一下这个关东煮 香菇 就等了 你做了一些关东煮? 的 我超级爱吃这个豆腐包 这个是我第一次吃 叫章鱼小丸子 我都不知道章鱼小丸子也能做成关东煮的 它里面真的跟章鱼小丸子差不多有那个章鱼肉 好吃 但是它我觉得没有那个还是没有章鱼烧那种烤的章鱼烧小丸子好吃 这个就有点像那种鱼肉丸就是里面带馅的鱼肉丸 嗯 也挺好吃的 这个我也超爱吃的 也是关东煮碧店 接下来吃一个这个青团 这个是上海的汪家沙情团 其实我去年情敏节的时候就想吃他家了 但是去年情敏节已经吃了很多情团了 去年吃了公德林的 新花篓的 还有罗森的那个蛋黄肉松冰皮 月亮蛋糕 然后还有道香村的 然后就没有 就已经有点吃伤了 去年就已经不想再吃了 哦 还有来一份的 我先吃一下这个蛋黄肉松大 这个颜色就深一些 然后这个就 就感觉翠绿翠绿的 马兰头这个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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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刚才我吃那个蛋黄肉松的 他家也是把那个蛋黄和肉松 融合到一起的那个馅 然后里边还有点松子 馅料偏咸一点 外皮很糯 有艾草的清香 但不会很甜 因为我去年有在淘宝上买的那些 有的皮都特别特别甜 就腻的根本一个都吃不下去 他家这个就手工做的嘛 我觉得很好吃 比那个淘宝上的好吃很多 这个咸蛋黄肉松就是很油 我刚开始把它上锅蒸的时候 它外皮真的特别多的油 然后里面偏咸一点 但还不是整颗的蛋黄 他家的外皮真的很好吃 是超级糯的那种 我再试一下这个马兰头的 翠绿翠绿的 还有他青团都好大一个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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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中文字幕 李宗盛 这个是黄金棒 中文字幕 李宗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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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